星期四2023年9月21日 这个时间也在不远的未来 我们现在是5月 然后也差不多要没雨季了 到时候会一直下雨 那个晚上的感觉 就像现在这个 这个里面的世界一样 哥普利实验室计划 释放杀手藻 入侵 对抗入侵物种狮子鱼 要把狮子鱼杀掉吗 狮子鱼这种鱼几乎是没有天敌的 我记得它没有天敌 所以它生长得太泛滥了 国家太空警卫队 今早募集幽浮 政府就资料外流事件建议 你经常更改动态密码 你发民众困惑 已经是动态密码了 然后我还要再更改 所以就变成怎样 我就不动态了 突然听不懂 两个动态 动动得近是吗 就直接不更改了 好啦 开始新的一天吧 哦 好多人更新耶 看一下 14个 路亚 路亚更新了 发现国家资本公司商业部部长 哇 它现在是部长啦 它很漂亮啊 一个魅魔 可是没有看到它的脚 看不到它的讯息 不知道它今天会不会来 卢卡斯 卢卡斯 没有新的东西 Stories呢 莫特更新了 沟通啊 需要双向才行得通 这完全就是 说给阿贵亚听的 好烦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突然324个赞 其实很多人关心它嘛 卢卡斯 我刚才发现蜂蜜 咖啡加蜂蜜加牛奶 不能取代正餐 我的天 这个人 他应该会找死 我今天阻止了一群年轻小伙子酒驾 大家都要注意这点 千万别任由你的灵魂失控 哎 说的挺好的 好 变了两个赞了 然后贝里斯 其实一个警察开这个也不错啦 就是不会让人觉得 有这么多的距离感 品质是有代价的 你不可能要求一千元的品质 然后只付出150元 请尊重你决定一起合作的对象 这个很重要 这对所有的设计人来讲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 啊 你那个很简单啊 随便画画给我就好啊 那个一画 也是要画半天好几个小时的 拜托 我的机会成本怎么办啊 而且绝对没有那么容易 那有时候会被 你的亲友勒索 如果你真的尊重专业的话 你就不会说出那种 可不可以免费帮我画这样 这种的画 或者随便帮我画 那个人家是很辛苦画出来的 就像有一些观众朋友啊 他们画给我那些 我的画像啊 不管是FURI的还是正常的画像 我都非常感谢啊 因为我知道那个都是 花你们的时间 你们很用心的画 我真的感觉到 不管是谁 愿意画我 我真的非常感激 而且可以知道 比如说我在你们心中 的那个形象 是什么样子 真的非常感谢啊 卢卡斯 话说啊 有人手机电池 也老是没电的吗 推荐给你一个 我用了一个月的行动电源 请点连结看资讯 啊这是工商 他这个是一个零耶 他不是用O耶 这可以点吗 好酷啊 他这个工商的图片 还是设计过的 特别画过的 每日一照 这个工商一万多站 天哪 他这个人气 瑞欧娜 新法规上路 派对饮料 不会形成随之更新 交单时间 从贝尔回游出发 什么意思 他在说什么 货行成更新 交单时间 他现在是什么 什么工作 是外送吗 还是什么店的供应商啊 饮料补货行成 那其实我店里面也有一些 那些材料要补嘛 说不定之后还可以请他来帮忙 刚结束今天的跳舞练习 全身都是汉 但老师说我的进步很多 耶 哇两万多人 大家都觉得他的汉一定是香的 美少女的跳舞 猫娘的跳舞 猫娘的汉 猫娘的汉 太香了太香了 收集起来拿来卖 这些东西真的有人会买啊 尤其是偶像的 对那些疯狂粉丝来讲 买到那些东西 他十年后 会不会觉得那是他的黑历史啊 自己当初怎么会买这个东西 天哪 这个尺度 今晚节上的气氛有些古怪耶 那个抗议不知道还在不在 感觉不仅适合跟老友叙旧 也有机会认识新的朋友 哎 这个预感 今天有新人吗 那是谁呢 嗯 是谁啊 哇是露雅 这个是露雅 对吧 可爱的小猫咪 喵 他的眼睛 他是猫娘 他可以随时变成猫咪的形态 对 露雅是黑猫嘛 是白猫啊 完了想不起来 嗨 新朋友 你是猫人族吗 该不会下一秒就变身了吧 不是吗 不是吗 还是他真的就是一只猫咪 看来不会 不会是真的猫吧 啊露雅 嗨名词 好久不见耶 店里面还有一个 新客人吗 不是露雅 我刚把他叫露雅 他是瑞秋才对啦 应该是瑞秋吧 还是他是真的猫啊 嗨露雅小姐 我想这只猫应该不会喝咖啡 猫也不能喝咖啡吧 欸你看露雅 他一代的时候就有这个事业线吗 还是他变大了 结婚之后 他也变大了 因为有人 常在帮他揉啊 越揉越大啊 或者说怀孕过了 所以变大了 我在说什么 这个不能播吧 这 没差啦 反正是深夜咖啡厅嘛 一些18进化题无所谓啦 我可以直接问他吗 他等一下就打了一巴掌就出去了 還是我问贝里斯啊 请他帮我分享一下 我我想也是 你养了新宠物吗 不算是啦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家伙 欸他过来了欸 可爱的小猫咪 你 你真闻我的味道啊 小猫咪 你想要抱抱吗 啊 生气了 炸毛了 好好好我不抱你啦 有时候真的搞不懂猫咪 那你不喜欢我 那自己过来干嘛 猫咪就是这样 确实 不知道是不是走丢的 但是他没有项圈欸 可能是流浪猫喔 长得挺可爱的 应该是很适合当店猫 欸 真假 真假 我要养猫了 二代要养猫吗 这就要看猫的意思了 不能由我们决定 猫咪就是这样 我还蛮有经验的嘛 对啊 他睡着了 一阵子没见了 对啊 已经超过一周没看到你了对吧 一周也还好吧 你最近在忙什么 你要听实话吗 那样子 几乎都在工作 他都已经干到部长了 是真的啊 不超累的 那个贝里斯怎么没有跟你在一起 回去让他把你按按摩啊 我会说一些肩颈啊 让你放松一下 那腰啊 腰痛之类的 你刚下班吗 对 但其实 我下班前一个小时都在 友伴上面逛婚纱 逛婚纱 所以他们还没结婚呢 我以为他们结婚了欸 他们是 合好在一起 然后双方的家庭就 我算认同他们了吧 比较认同了啦 但是还没结婚吗 那些婚纱很有趣 听起来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回应 婚礼准备如何了 我才刚要结婚而已啦 准备的 没时间拍婚纱 没时间挑婚纱 呃 哇 回答前我可能需要先来杯饮料 要加酒吗 有酒你才有办法讲出来 你那心酸血泪的故事 你看起来的确需要一点热饮 对我需要暖暖身心 加了牛奶 然后一点热香料的疗愈饮料 热香料 帮助他入眠 喝点牛奶 我有注意到架上有新的库原料欸 对啊我们新进了蓝蝴蝶跟洛神花 听起来好吸引人喔 我想要试试看洛神花 加上牛奶跟热香料 谢谢 跟我想一样啊他应该会想要洛神花 香料应该就是肉桂吧 或薄荷 或者是姜 啊啊啊啊肉桂好了 可以喝吗 洛神花茶基底的 鹰子香 欸这个这杯好可爱喔 这杯好可爱啊 就这杯好了 反而不知道对不对 跟他肤色也很像 啊 猫咪有反应了 好可怜的小猫 被机器吵醒了吗 等一下我看一下 喔他喜欢 这是他的魅魔语啊 看不懂 十月二日 十月二日是什么星座 他是天蝎吗 还是天平啊 猫咪又跟他对话耶 啊怎么又有一个 这个是 啊 鹰子香 不感丝滑 香味浓郁 暖心又能缓解疲劳 玩这个游戏就是 如果你家里面有那些东西 你真的可以自己挑挑看 然后你再买罐蜂蜜嘛 可以自己 倒是上面这样去夹 好 有人来了 那这几天怎么都这么热闹 没有他跑走了 店猫爆了 也许他等等就回来了 不是啊他怎么办法开门 这么聪明 一定会回来啦 猫做事情啊 总是有自己的理由的 虽然理由通常很难懂 真的 露雅小姐 饮料好了 哇 闻起来好香喔 颜色也好漂亮 超级适合他耶 喝起来也超讚的 我就知道你值得信赖 民识 对于挑嘴人会喜欢的口味啊 你总是有独特的见解 很高兴你喜欢 你超爱 对啦 刚刚说到正在准备婚礼 你跟贝里斯先生 还有结婚的打算吧 有啊当然有 都一起经历这么多了 我才不要在这种时候退缩呢 贝里斯就是我的菜 原来是你绑住人家喔 不 原来是你啊 他不仅长耳朵 各方面也很气和 什么 不知耳朵长 别的地方也很长 实在是太气和了 能够让魅魔这么的 死心塌地不容易耶 他真的非常有长处耶 有长处的精灵 所以没有恐婚的问题 这么说起来我还没有看过女精灵喔 不知道二代有没有女精灵 然后再来一个 莫特的那个兽人组 男兽人 女精灵配男兽人 这是 现在很棒的组合啊 二代应该要加入的 所以已经没有恐婚的问题啦 听起来是好事啊 没有恐婚 没有恐任何的东西 那这不是很好吗 老实说啊 我的压力真的大到 感觉双脚都要冒出争气了 这听起来就不太妙了 这到底是工作问题还是 呃 真的是一件大事耶 你懂的 感觉我们现在会聊的 就只剩下婚礼了 但是到现在却还没什么进度 几周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你们对婚礼的期望不一样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蛤 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有什么样的期望了 我看了友伴上面的各种婚纱啊 都是一些浮夸特殊的款式 嗯 我根本就没想要穿那种 以露雅的话他不知道会穿什么样的婚纱哦 如果朴素一点就单纯颜色上面做文章的话 他应该会穿黑色的婚纱 因为黑色通常就是代表 好 比较有那种 个人主见个人个性 强烈的那种 影像那种意义在 所以通常会选黑色婚纱的人 就是要嘛是女方比较强势 要嘛就是很有自己的主见 你不会因为结婚了 你的那种形式风格思想就被另一半给 影响太多 黑色就比较代表说 比较包容 比较会可以融合各式各样双方的磨合这样子 所以那个婚纱的颜色也是有意义的 因为白色的意思就是他比较容易被染色 黑色就是反而是我去染别人 别人不能染我 还是说露雅要来穿一个粉红色的婚纱感觉也不错耶 还是情趣婚纱 反正是魅魔嘛 我根本没想要穿那种浮夸系列 那贝里斯怎么想啊 那不是很喜欢做创意的发想吗 树叶婚纱 像一个野人一样 不对啊 我父母愿意帮婚礼出一部分的钱 我的薪水也不错 可以涵盖大部分的支出 贝贝也想要分担 但他其实没什么钱 你也知道他的父母已经不在我们未来的规划中了 你现在还是会以此为自责吗 所以他们也没有接纳他 只是直接把他割舍掉了 不会啊 如果说要从我经验中学到什么 那就是 不该在你人生中的人 就不要让他们进来啦 不要硬去凑在一起啊 你必须让你爱的人做自己的决定 但是我还是很担心 必须让你爱的人自己做决定 有时候也必须让他任性 对不对 一是贝里斯想要把积蓄全部都投入婚礼 二是他费尽心思 一是在猜测我想要什么 而不表达自己的想法 过于银河吗 听起来啊 你给自己太多压力了 总是想要满足身边的所有人 或许是吧 我觉得最好的情侣关系 另一半的关系是 每个人依然保有自我 保持自己的主见 自己的乐趣 自己的世界 然后在空闲之余 又可以开开心心的到 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方的世界去游玩 这样既有新鲜感 既有神秘感 既有适当的距离 然后又不会无聊 又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可以探索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不要两个变得太过一样 要保持一点距离 能够随时想要去对方的世界玩 然后想过来就回来 这样是最棒的 如果有一方过于服从另外一方 过于听另一方的话 过于受到另一方的变形 这样子就不太对了 或许是吧 但这也是难免的吧 你怎么 你怎么 怎么是你 那个 来到地球上四处打炮的家伙 对啦 他叫尼尔啦 尼尔阿姆斯状嘛 不是吗 他不认得我啦 还是是另一个人 尼尔 是你前几个礼拜提过的那个外星人吗 以前会来店里的那位 呃 感觉可能是 但是我不确定 对方对我的招呼没有任何反应 而且我们上次见到尼尔什 不对啊 他已经把名字改成西尔法了 他已经 活得非常人模人样了 已经不会这身装束了 看起来更像人类了 他是那种史莱姆阿 他可以随时变形 随时 变成人家 女性喜欢的 形象 喜欢的样貌 喜欢的形状 我这边是说真的 我这边是说认真的 我没有在乱讲话 因为 他们这个种族来地球 就是要打炮 就是要繁衍下一代的 这样啊 感觉好神秘耶 而且 你是不是有点脸红啦 路亚 不要路亚你在干嘛 你该不会开始 被他 被吸引到了吧 你刚刚有听到他们进来吗 没有耶 不过我通常都不会听到 他突然就出现 可是 这一次这个人 他的喜好是人气阿 我是不是要先跟他讲阿 人家路亚 你 你前面的这个大美女 他已经有男友阿 你不要乱来阿 他们的脚步一直都很轻盈 蛤 什么啦 小九十 要怎么样你才肯放我上酒阿 原来他这不爽喔 到底被裂的阿 不是阿 我这里又不是 我这里是咖啡厅耶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这里不是那种地方喔 不是吗 来错地方了啦 白痴喔 我们的研究检视 地球是这样点饮料的阿 那在公共场所的话 看来你们研究的依据是 西部兽人 西部兽人是什么东西 好怪气炸了 西部兽人怎么了 不要说中了 我觉得他们蛮有意思的 阿 那 如果外星人来到地球 他的地球指南手册上面看到的 不是我们这种人类的话 是兽人的话 是那些富里的话 是利卡路歐跟沙奈朵或水伊布的话 那他们 如果要变成我们的样貌 会不会就真的变成兽人的样貌阿 直接对人类的认知 对人类的喜好 那个 就有点特别了 我觉得那么很有意思阿 没事啦 没怎么样 只是 他们跟现实世界蛮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阿 头都握裙了耶 这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姿势 呃 这样花很多时间才有办法回答 我觉得这样问比较好 你有什么共通点 有什么共通点 呃 你确实有说这样问比较好 你逃不了了 你自己要开这个话题的 也是啦 怎样回答的话 除了感受情绪的方式之外 也同样拥有野心跟梦想 有所企图有所嫉妒 同样会帮助彼此 也会追入爱河 哦 你这样讲太虚幻了阿 听得懂吗 听起来阿 地球森林的情感真的很复杂耶 唉 可以这么说 所以这方面我可是专家哦 你们那边跟我们有差很多吗 差很多 他们就是反眼打炮 反眼打炮 一直生下一代 跟个阿米巴猿虫一样 因为他们都不是个体阿 他们几乎都是 他们是相连在块的那种史莱姆嘛 虽然我们也会有欲求跟渴望啦 但地球森林的情感 也似乎比我们还要丰富 94.328%哦 我的天啊 他的手上都是洞 他这样突然打开好恐怖哦 他是用那个手指插到饮料里面 喝咖啡的耶 你们还记得吗 他在一代的时候 也没有怎么分辨这种情感啊 而且他跟人家用手指 这样子的时候 其实是在轻轻 因为他们的嘴巴就在手指上 老实说 有时候根本就无法分辨 观察别人的情绪已经很不容易了 更别说要了解自己 人生就是这样啊 才会有意思吧我想 我们感觉这些情感啊 可以想办法展示出来 尤其是展示在电影里 你们是不是可以把情绪写在画面上啊 1920年代的戏愿 差不多都是这类的做法 发出了雀跃的声音 或者MOMO那个旁白突然就插入了 MOMO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他感到非常的不爽 然后因为刚刚杰克的某句话 直接把人家心理所想直接打给你看 一点都不含蓄 但不好意思 你不是尼尔吧 也不是希尔法 我们不是啊 我们是艾曼达啊 哦你是艾曼达星人哦 所以你们在地球上的同族 我们不止一位啊 我们的同族数量很多啊 遍布世界各处哦 我们的平均人口密度是 每个星系 3450.45人 蛮少的耶 但这不是我们目前对话的主题 你说想点饮料对吧 对啊 我们想要摄取一点液态的物质 哦他手表展开啊好可怕 有点那种很像虫的感觉 跟紫色地球森林所做的事情很类似 紫色地球森林 你这么说也是行得通 你这么说不对吗 还是说 四角地球森林会比较贴切 那是哪个星球啊 四角 哦四颗角啦紫色 你是指我的耳朵跟角吗 这样很没礼貌耶 能不能说那个 那个 棉花黑人 对这样超没礼貌的耶 直接种族歧视 埃曼塔小姐 他是女的哦 我们通常不会用 外观特征来称呼客人 完了SJW要杀过来了 这个游戏怎么没有被他们围攻啊 就只能这样叫啊 不然怎么办 啊那个黑人 啊你就真的黑皮肤啊 啊那个白人 那个黄人 你客观的想 如果没有任何那些背景因素的话 你这样称呼不然你怎么分辨吧 对不对 那个戴眼镜的 对那个长头发的 那个穿红色裙子的 哦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是我不好 我是露雅 我不只露雅哦 我最近还录了事业线哦 露雅 露雅 这怎么了 怎么那么嗨啊 这发音听起来很迷人耶 啊晕转晕烂 想趴了 啊谢谢 我们想要摄取一点 液态物质 就像露雅现在的行为一样 这个形容真的很奇怪 那你们有 特别的 呃 口气吗 那不想喝的液态物质类型吗 哦那个外星人喝水啊 我喝水 我想要喝颜色明亮 让人难忘的 颜色明亮 我希望在地球上第一次喝东西 可以喝到永远不会忘记的物质 颜色 颜色明亮 名识之下 压力三大 什么鬼 我咖啡 店里面怎么有这种东西 颜色明亮 我给他撒一些亮粉好了 就他心态就对了 你有其他任何想法吗 艾曼达小姐 给他倒一杯岩浆吧 等一下一桶岩浆 让他慢慢喝 希望 口味可以很强烈 我们在有些地方 只是可以用双足行走的女性生物 提供温和的饮料 我们的研究显示这种行为 在999999的场合下 是不受欢迎的 还好这里不是那种地方 给女性喝温和的饮料 那种地方 什么地方 想要颜色明亮 口感强烈 来杯蓝色带领姜味的如何 恐怖 他不知道什么是带领姜味 姜喔 那个时候尼尔好像也是喝 含姜的饮料嘛 但听起来不错 含姜 比较 有更新咯 是谁呢 艾曼达 我加上他的好友 是一个外星小姐 真想看他头罩拿下来的样子 那时候尼尔头罩拿下来后 变得超帅嘛 那时候完全认不出来 两倍的姜 苦涩或温热 嗯 带点薄荷吧 这样子 蝶豆花加姜加薄荷 这喝起来到底会是什么 姜薄荷蝶豆花 看起来难磕欸 不要好了不要好了 蝶豆花的姜 如果两倍的姜呢 那我姜枝圆枝 然后再加蝶豆花 藍色闪电 这个有点酷 好这个好了 这超酷的 而且跟他很搭 蓝色闪电 马上来 拿到了 他的好感吗 他喜欢 太好了 什么都没写 颜色确实很鲜明欸 我们试试看 来 经典的 手喝咖啡 直接插进去 哇真有意思 我们来之前有听说 在体验味道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但我们确实有感觉到 这杯饮料的强劲 民事馆名不虚传 诶 名不虚传 他有听过喔 难道是尼尔推荐他来的吗 肠胃不适或精神不证实 此音品可以发挥奇效 颜色也很赏新月幕 肠胃不适也可以喝 这看起来很辛辣欸 你可以喝姜吗 不行吧 好的 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到这边 就要先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这样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么一来 这边才会越来越热闹 才能创造出更多有趣 而且优质的影片喔 我是明石 感谢你的收看 我会在下一期影片等你 拜拜